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道理我们也比较容易清楚 不过这里面讲说 远离众苦归缘吉 讲到缘吉 大家好像使得在缘吉 其实这个缘吉 为什么是缘吉? 其实佛法里面诸法本来极尽 我们讲那个缘吉 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有另外一个安住处 其实佛法并不在 虽然在衍生成世间像里面有不同的世间出来 那我们会告诉你 你要升天 你要解脱 你要入涅槃 其实所有的解脱是在哪里? 是在这个缘吉书 缘吉是什么? 其实就是诸法的思想 就是诸法的思想 就是说 我们因为忘生颠倒 才创造了这些众多的轮回现象 那你如何看清楚 能了解这个 就像迷梦醒来一样 一切归缘吉 就是那种颠倒心 都完全止息下来 这个说来 大家可能也要看大家各个体会 因为说很不容易 讲得很细 很真实 必须要你自己有几分的深入 我们很难去想象 这个世间的实质意义根本不存在 所谓实质意义 我讲的不是完全空洞的意思 而是你可能很难去理解 这个就好像我们不是有人修行 会修到三河大地粉碎 三河大地怎么粉碎啊? 你很难去理解 因为你很难跨越出你的认知障碍 你很难跨越出你自己的认知障碍 那个你因为业力跟妄想所建立的那个 之间的障碍墙啊 你很难去突破 就像我常讲 能不能从墙壁走过去? 不行 而且包括梦中的墙壁 你能不能走过去? 其实它没障碍你 但梦中的你不会走墙壁 梦中的你啊 会跟你现在的你一样看到墙壁 认为 会自己认为不能走过去 所以梦中的你也不可能穿墙过去 但实际上梦中的你 跟梦中的墙 本质上有没有多大差别? 安利的妄想境 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开始有神通 不要讲解脱 光有神通的时候 它那个境界的变化就开始出来了 从一变多 从一变多 你会觉得哪有可能 这不符合逻辑 不符合物理化学 可是我不跟你讲物理化学 我跟你讲心 我跟你讲心 所以在这个道理 它一直跨越出来 跨越出来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这个法性的安利 因为这个认识境有没有离开你自己生起来的颠倒 所以你用你自己的颠倒心去安利这个境的时候 你自己就被你自己所安利的境给框住了 那框住以后就可以缠着你从这里 你本来无意义的东西 依旺想生出境界来 然后由境界里面生意义 由这个意义 又 你修向我们 我们要 我们要挂东西 要挂在哪里? 墙壁 是不是? 好 有墙壁就我会可以挂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要依着墙就有跟着墙衍生的所有概念出来 那墙 依一个墙 墙支撑的是什么? 楼板 他就会认为楼板是被墙所支撑的 很多东西你看 依一个肯定 会让另外一个肯定也产生有因耗了 而我们就是靠着这个众多肯定 所以每一个都肯定 但如果一个肯定完了其他肯定就会跟着肯定下来了 世间的知识是这样 那所以就开始忙了 没事找事了 真的没事找事了 这个有意义 那个有意义 这个好 这个坏 其实每个都是相互骗来骗去的 你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吗? 这个意义在哪里? 就是当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观察一些境 只要你容许有一丝真实 其他的都会被他召回来 我这样的讲话就是 你不是舍掉很多 对不对? 你就算舍掉很多 只要就你自身这样执着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肯定跟有一个执着 这个执着一旦产生出来 会产生怎么样? 所有你丢掉的都会变跑回来 为什么? 这个词会让另外一个比也肯定 连连连连 就像蝴蝶效应就跑到 原来你丢掉了 全部拿回来 所以不容易激进 不容易激进 为什么? 你的心一境界妄想当中 开始昏动起来 纷乱躁动起来 每个都开始说 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有 因他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 所有世间相都一层一层都有了 好,有了又开始就在这里造作 生生灭灭,生生灭灭 即便生灭也都认为有 其实照理讲 生灭应该认为无 但因为你是在互相 即便我这里生灭 你也会认为有一个东西支撑他生灭 所以眼前的生灭 虽然照理讲可以让你体会 可是你没有看得彻底 所以这个生灭不能帮助你放下 因为你有看到背后还有一个主体者 让这个生灭成为可以生灭 就好像说我为什么会长大 有我 那一个执着者让生灭可能 所以当你即便看到眼前生灭 无常,你会不会放下 不会 不会 还是继续执着 那这里面就是我们很难圆集 这个圆集在哪里 就是这些一切世界那么真实 就在存在我这世间里面 而且我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世间 怎么可能假的 结果透过修行以后 大梦初行 无一物真 这所有的路以原集 我们要用这种评议的 南科一梦 就是这个 以前的这些影像的东西 原来没有一丝真 竟然没有一丝真 所以圆集并不是说把世间 抛掉了 那跑到一个地方去圆集 不是 这个圆集是去除颠倒心 未知圆集 你不要把圆集当死了 不是 圆集不是死 圆集是妄想习除的 你看 远以众苦归圆集 是苦烦恼停的 而那个是真实停 不是又一个地方 这样学说我们把苦拿掉 找到热 其实圆不圆集 没有 因为你被热所动 你还因为执着热 在热当中造动 其实圆集是 离以苦乐两边 离一切两边之间 离一切生灭颠倒的两边对立 一切的两边见 有无皆舍 那一份对法产生的那种相依性 所产生的那种 实作都不见 好 你知道那种圆集不是说 苦不见了 好快了 不是 因为一般人不容易去体会说 苦不苦了之后 连不乐 更高 我们就简单 第四产就这样 你看 初产把欲界的苦恼给压下来 然后二产舍下初产的群世 到最后到第四产 连二三产的喜乐心都停了 这叫第四产 这时候是更殊胜 但我们要讲说热最殊胜 不是 连热心 热心是因为苦出来 所以热本身还是造动的 所以到第四产的时候 是连第三产的热心都把它享有下来 因为热心是不安的 但我们现在是苦不安的 热安 没有 热也是劳动的 那这才是禅定 那佛法到最后是更彻底的 因为禅定只是压住而已 那智慧是 你要知道 那个缘体就是说 缘体不是在受热 因为它极尽为热 那个热不是那个我们 因为你如果有热就会造动 造动就会苦在里面 那种是离一切的东西 所以连那个受热的劳动性 比如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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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笑气 笑笑笑 你会不会这样一直笑 会不会很辛苦 会啊 笑到我能不能不要笑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要笑到很厉害的话 笑到两边头会痛 对不对 可能不要笑 因为想到会脑中风 不要笑 不要笑 笑不是很好吗 怎么笑到会怕 其实那都是来自造动 所以我们的缘体 其实我常讲说 众生能真正好欢喜缘体的 并不多 要对佛法有几分了解的人 才知道缘体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造动热里面洗完 我们不知道缘体的那个 极尽为乐的那 极尽乐 很用戒相图引体 常词定服以之身 就是用戒用定 来作为 来滋润我们的色身 滋润我们这个身 其实我们这个身 我们这个身是什么身 像现在我们这个身是什么身 烦恼身 因为欲戒啊 欲戒身是从欲里面结于受用的 当然包括我们过去所做的福报 善法在里面 但在欲戒里面 基本上是以欲戒因缘而成这个身 那这个身有没有食指 没有 这个身 现在这个身就是以众这种欲戒因缘成就的 所以我们要维持这个欲戒身就要受欲戒欲 受欲戒欲 所以我们要吃你看 社税人不吃啊 我们要吃 那为什么要吃 因为你被这个欲戒所牵绊 你当初是因为欲戒欲而成就这个身 所以你的支撑因缘是这个 所以你要靠他来 那靠他来以欲养欲 还为欲所舒服啊 所以你必须要以戒定养你的身 即使身没有一定身 这个身其实不是说 我们滋润这个身 这个身没有食指身 这个身是 业力所成的身 所以当我们开始用戒定转向的这个身就改了 这个身体就改了 所以当阴眼成熟这个欲戒身抱一尽 那下一个身就随你的清净业力所形成下一个身 所以为什么我们像这样 你注意啊 这个道理谈得很 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往生 对不对 那你看 像我这样一口 做莲花 你说那个莲花要Standless的 不然一做就扁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你会不会想象说莲花要往生 要上去的时候 那个像车 一直加油 也爬不上坡的那种 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太重 为什么 业力在重 业力在重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怎么样 其实就像戒定 以戒相图引体 当此定无仪之身 所以念佛里面开始用什么 用戒定会去转化我的身心 所以我才会莲花化身 但我现在还是不断用我的四千玉来灌溉我的身 我怎么会有一个莲花化身 所以我才会用开玩笑说 你这口要坐莲花 带也比 像你那么胖 爬上莲花 莲花 帮你踩看看 那我这是用体育的 因为外面也有一种那个莲蓬很大的 人踩上去也不会倒的 的确是有这样 但这个是因为要靠物理 我的意思就是莲花那么亲近 那一坐上去 莲花就这样摇头 怎么载到 大家轮流载就载到你 连莲花都摇头 当然这个莲花不是轮流载 不是斑翅的 是你的业力感应的 不是说 不然这个开那一朵莲花说 那再到你 哇 我们十万亿佛图 你那么重我要回到哪时候 这样他会很辛苦的 不是 只是我们现在讲说 其实我们现在的修行就是在进化我们的身心 所以你的一面都在进化 因为你要因果相当 你如果要有眼亲近的莲花化身 你不能用玉界神 你不能在一切玉界烦恼里面 你没有转化这个身 就像你说 你要入胎成人道 你要有人道因缘 你要用化身升天 你要有天的因缘才能化身 你不可能带着玉界神去升天 对不对 好 就因此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其实是 所以我说念佛法 我们很善巧就是这样 他用这个方法 其实就在 你一个念佛 你随着你对念佛的认知不一样 负瘾里面的内涵不一样 其实你就在念念里面转化身心 为什么 身不离世啊 所以说你要很精诚的在念的时候 他就转得掉 所以我来讲说 念佛的时候不但只是嘴巴念 他还是用一种清净功德 就是以佛功德相光庄严 把这个功德引到你的身里面 就像模型 所以你也能认知佛的功德的时候 你的心依着佛的功德作义思维 等于是你的心很无常嘛 那我就画一个模型 让你配合了佛的模型进去 你其他的你不要走 其他的不要的 额外挤出来的消掉 就只有佛的模型了 所以这样佛的模型以后 本来你是反乎 但你的心无常啊 其他的无常是被生灭的 既然是生灭的 我就用清净法 不断的意念佛法 佛号 而这个佛号是一个代表 只是一个基因 这个佛号里面 随着就像我们一个礁壤 你也吃礁壤 我也吃礁壤 可是礁壤里面的内容不同啊 第一个我在意念佛的时候 多了一个对佛的清净 戒法 定法 慧 所有佛的十八不共法 十八不共法很难懂啊 但我知道十八不共法的内涵 那个功德义 我把它放到胶囊里面啊 维他命 B C D 什么都放进去了啊 所以我同样你吞那个胶囊 我不一样啊 我同样念佛号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功德行程 因为他在灌溉我这个模型啊 所以你的念的一心不乱 生下一心不乱 你现在知道 因为根本不跟其他沟通啊 那我如果的心不跟其他沟通 我能往生哪一道 哪一道也不可能啊 因为要到哪一道一定要有缘啊 可是我的心 已经不跟六道相应的时候 我怎么会到六道 所以我的念佛念到很专注的时候 就节流嘛 节这个生死流 所以说念佛不但是四相一心 还要礼上一心 就是完全信受佛法 所以念佛念到最后怎么样 对三界的无常苦相 你多听闻佛法 你念佛往生就容易 阿弥陀阿弥陀 不是只是用世间生死心 用一种更超越的 看到世间无常苦相 即便是欲界如此 色界也如此 到无色界依然如此 虽然我没有色界功德 没有无色界功德 但缘起一样 都是依妄想所生 所以就算我没有遇见色界的功德 我也不爱色界遇见 这样就上去 你看它的上桥在这里 不过我们现在简单谈谈 菩提庙花便庄严 谁所住处长安乐 因为这个是随你的因果而成仙 所以菩提庙花到哪里都庄严 即便到五座二世 到了地狱 你到地狱还是看到庄严的 你趁愿到第一度众生 到了第一 你没有第一项 因为你没有第一果报 你还是庄严的 随所住处长安乐 好 这个地方是怎么讲 我们讲到这些 我想大约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配合了前面的 无常苦 这种无法摆脱的苦 反过来 希望大家能安住在法上 而得此安乐 你如果不依着这佛法 你还是要受这个苦啊 前面这些苦是 跑也跑不掉 谁用尽世间所有势力能力 都不能摆脱了 我有一佛法 所以后头 前面的这些苦 我告诉你应该一心向佛法 就是这个意义 活着的话 还是到最后 就是无常苦 好 那我们简单把这个无常经 这个内文讲完 那我们接着就利用时间 我们把这个一些无常的观念 利用这个经文 这个讲这个经典的时候 进一步去了解一下无常的道理 那谈完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还是回头去看无常经 那我不是回头在讲 就是说 深道理懂了 下手术就从最起码的念识无常开始 那经常意念 经常意念能远离你对世间的爱作 所以说我们道理完了 那往上了解一些更深的道理 然后知道前后关系 再回来 行的时候 道理要完成 行的时候 按部就班 从底下 从底开始 好 我们来看那个 我给大家的补充资料里面 那么看一下 这个第二 我们前面说法应言 那个已经有谈过了 第二应言是 这个职场的应援 我们为什么要观无常 因为我们观无常 注意 我们观无常 不是要把原来常的东西给火定 不是 是原来就无常 我们只是告诉你真实 所以大家留意 佛教要你观无常 不是一个悲观主义 他告诉你就是说本来就无常 他是你执着常才辛苦的 假如世间本来常 而佛法告诉你无常 佛法是颠倒的 因为叫扭曲事实 但佛法告诉你不是一种 当然在佛教里面有一部问世 你说 比如说我们讲说不尽管好了 因为不尽管有时候 你会观想你身上已经烂掉了 都是宠义 那你就观想到最后 你就不爱你这个身体了 那其实这里面有多少有点圣洁座椅 圣洁座椅 就是说眼前你还没烂啊 但你只是把那个尸体的烂的像 转到身上来 结果观到自己身体都是无畏的 那去除你对身的贪 好 那其实这样身体本来也真的是 终究还是会烂 还是会长出 那可是现在没有啊 不管怎么样 现在没有 所以我这个佛法这种圣洁座椅 其实有对之作用 我们经常讲叫正颠倒 正颠倒就是它是颠倒 就是不符合的事实 但其实正因为它能对之轮倒 那何况未来 未来神的身体必进还是不进的 所以眼前虽然没有那个不进 可是根源也是如此 好 因为现在不相应 所以我们讲颠倒 但因为它其实跟后头 身体的必进不进 不干净 还是符合的 那乃至它能对之法呢 叫正颠倒 叫正颠倒 那佛法里面啊 会应用这个 但最重要是佛法到最后能解脱的叫做 也叫做真实作义 真实作义就是观苦功无常叫真实作义 圣洁作义有对之作用 那真实作义就是还他原来 那无常的观法 那无常的观法 即并不是观苦功无常是真实作义 就是我并没有扭弃现实 其实我是繁衍 繁衍这个现实 所以要讲说 你们佛教老师都要把那个讲得那么悲观 讲得那么灰色 不是啊 佛教告诉你只是个事实而已啊 你现在不想面对 没关系啊 反正你早晚会面对的 好 那就看你啊 有的人说 我不一定那么恐怖 有可能 因为你还有过去的余流的福报 但等福报用完你就会恐怖 为什么会恐怖 爱别离不是会恐怖吗 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爱别离苦 因为你爱啊 你跟你爱我就知道会有别离苦啊 你说我才不会别离苦 那已经不爱了 你说求不得苦 你一定要求不得苦 为什么你知道我有求不得苦 你在求啊 我才不会求不得苦 那你已经没在求 愿正位 也一样啊 这都是你自身造的 又不是谁在跟你决定 又不是谁在惩罚你 所以佛法的本质在于它是呈显事实 所以我们先讲讲诸法实相是什么 诸法实相究竟空相当然是诸法实相 但我在修行讲诸法实相 有时候在讲诸法实相 谈得越来越理论 不是 透过活法 让你越靠近事实 所以你看 我们要 所以到后头会谈到 无常观 其实就是必尽空观 那我们现在观这个生死无常 其实离必尽空还很远 对不对 但它靠近了 也就是说 有生必实 这就是实相 那因为有生必实 因为生死相依 实无生死 但有生必死 因为它相依 好 既相依 这就是实相 这就是实相 那这个实相我讲到空很难啊 那我就从生活上你能够体会的 我不是讲实相两个字 但我在介绍人生的必然现象 无法回避的必然真相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告诉你一分一分的实相 当你开始能体会一分一分的实相的时候 那解脱力就从这里一分一分身 所以实相是什么 诸法的本来 那本是极尽众生依此妄想 妄生一切的 这就是以真俗恶地显现诸法道理 佛法就是真俗恶地 那我用的世俗地以显真一地 因为不离开世俗地显地一地嘛 所以我利用世俗地 但我透过善巧让你一步一步了解空意 但我不讲空 我跟讲那个不安稳相 苦相 那个无常相 其实我就在介绍你母 我就跟你介绍实相了 我就是在介绍实相 但我们现在太执着冥想 所以老师都在介绍冥想 不是 生活当中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啊 没有佛法的很深的道理 但碰到善知识 就告诉你 你碰到我不用跟你讲 讲很多的深道理啊 但我对一个人可以引导 你来注意看啊 这个世界你看变来变去的 对哦 所以没什么好吃 对啊 没什么好吃 只是这个变来变去 每个人讲话也不一样 可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立场 可是每个立场也都不稳定 所以要不要执手 不要啦 别人要批评你的时候 你要不在乎他 哎呀 他不同立场也不同苦恼 随他啦 我们也都苦恼 我们也站在不同立场 所以大家都一样可怜 就是我们讲说 有人在跟你抱怨的时候 你慢慢讲说 我 有一次有学生嘛 因为每个人到最后问题 都丢到我这里了 连国外的识会都丢给我啊 就希望我评论识会啦 我后来我因为这样用通信的 我也不知道真正问题在哪里啊 我只要用鼓励啊 哎呀 因为每个都听了 都丢给我说 每个人都好委屈哦 因为实际上我发觉每个人都苦啊 每个人都不是很了解对方 每个人就在自己的立场 跟思维里面感受苦啊 结果就互相折腾啊 那我讲到最后说 你们都好委屈啊 尤其我更委屈 我本来没事呢 你们都丢到我这里 我才委屈呢 那我就跟他们开玩笑啦 每个人就处在这环境里面 好 那现在你慢慢懂的时候 其实你有 有的人他没有很深道理 有些老太太有老先生啊 他们就用人生体会里面 体会里面 哎呀 不要止了 他说 反而比你讲很多的更快相应 因为他真的放下 他用一个道理推到其他 都一样啊 每个人都好委屈 互相包容啦 都讲这种生活 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啦 每个人都很委屈啦 你也很委屈啊 我也知道啊 大家都委屈 可是人生就这样 到最后就是化为一堆土啦 随缘啦 好啦 就随缘啦 就这样 人家反而相应指向 没有伟大的 没有伟大的 虽然不是真的完全相应 但是味道靠近了 味道靠近了 好 从无常里面对固定的执着 已经开始松了 这反而是相应 这反而是相应 这有时候就失去了他的精神 就一直讨论什么实相 你的实相 你那个实相错的啦 不是 你那个实相才错的 结果两个都错 为什么 就算都对也都错 为什么 因为他是拿实相打实相 拿来打去的 所以我想说 佛文华为什么要你观无常 原则上是 他在恢复原来的面貌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的那个 假阿比达摩大比佛萨律里面 问何为 何为非常就是无常 答 诸有为法 诸有为法都是无常 问何缘外道既比为常 答有二缘故 不 以见诸色 诸色法 诸色法 相似相续 现在我们要谈的无常 这个 我们前面讲这个苦啊 我们为什么会苦 因为你执长 才苦 你有执 你有执长 执着这个执着这个长 你哦 他有这些爱别的苦 求不得 愿真慰 你才有这些苦 那为什么这样 就是说 诸有为法都是无常 那为何外道 不要讲外道 包括我们 这个是分别我执 聚生我执 就是从习性 从过去是无量节来的习性 不用人家交就会执了 这叫聚生我执 然后交生下来以后 你会告诉很多道理以后 你增加了一些概念 加以执着 这叫做分别我执 分别交出来的 但其实 就算不交你生下来 也都带着我跑的 一生下来 就有一个自然的直取训 就是我 因为那是习性 生下来就这样 然后他的原因在哪 见诸色法 相似相续故 二 见心心所法 亦本事故 外道 外道 外道会这样的直 直在哪里 直到他 他看到 就像我们现在 为什么会执着身体 乃至为什么执着人 你看到一个真的稳定的人 所以你要真正跳离对场的执着 你必须要从根源上对直 我们现在 你都以为我们有一个稳定固定的我 固定的我 但为什么稳定 因为他 你看你像现在 你也不像一些散掉又组合起来的吧 你要一下东跑西跑一下散掉 腿跑到别的地方 手又跑回来 乱乱接 所以当然我就不会说一个我 但不是啊 你看 你是两只脚两只腿一直都黏到现在 到现在还没分开过 其实两只脚两只手有没有在变 有啊 变粗了不是吗 变老了 其实这中间每个刹那之间 我们的身心没有一法站住都在变 因为他太紧密了 紧密到你会看到相似相续 我们就是被这个相似相续增强的我 其实没有停过 你看他不断的组合变化组合变化 你看哦 我就举这个例子 梦境这样走过去的时候 梦境里面有一个东西 暂时真的或是暂时停住的 有没有 梦境里面任何一法 可是虽没有 但是绵绵蜜蜜蜜的一直过 对不对 就像瀑布 瀑布有没有暂停过 没有 可是因为他一直流 所以就像一个水流 电视也是如此 做梦也是如此 一直过绵绵蜜蜜蜜 但找不到一个真的 相似 前面的相似 隐身 前面一直相互 前后隐身 就是你会看到 你总会没有 像我们比如说 有啊 我啊 我们都一旦谈到 我们任何一个认知啊 有没有离开一个我 可是都没有离开 但你有没有找到那个真的不变的我 没有 找不到 但找不到 其实就是 安冠这个是谁 你看跟我几十年来 这不就是我 结果就是我我我我 我到死的时候 怎么又不是我 那因为这个执着 又在执着 有一个内性的我 这个内性的莫拉斯 又生出一个我 这要轮回 所以没有对峙他 你能不能停止你的妄想 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关就关 就关这个 我们会看到一个 在相似相似相续当中 看到那个不稳定的 好 他接着 第二个是 见心心所救心里 作用一本事物 就是我们具有把过去影像串起来的 我们把过去的影像来影响我们现在 那所以说我们有印象 过去的我是这样啊 所以我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跟过去有这种关系啊 因为我的记忆里面是如此啊 所以我借着印象 把过去刹那生命的东西把它串成相宽连的一个 一个法 一个底 我们的心有这种记忆作用 这个记忆作用 让过去的法保证了现在 让现在的法保证了未来 可是其实有没有 都没有 我们接着看 我们接着看 为底外道见老时色 是小时色 见今日色 是昨日色 便做事念 即小时色转至老时 即昨日色转至今日 因为很多相似的 没改变啊 像我们这个桌子 昨天的桌子 是不是这个时候桌子 你看啊 我们很难引起证件啊 这个桌子 是不是昨天的桌子 已经不一样了 不要说昨天 前刹那后刹那都不一样 刹那就不一样 但我们会认为它一样 其实是你没有看到它的变化 所以你会以为有一个固定的桌子在那里 没有 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在哪 可是因为你看到它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你的心太粗 你看不到它的变化 所以你会以为它固定 所以这个桌子是不是固定在哪 不是 它的因缘 前后相续的因缘 前后相续 不是有一法固定在那里 是这个生起前后相续的因缘 刚好因缘符合 一直酝酿在那里 就像我常讲说我们人到 我们人到每一个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一直 有八十岁是这样 是这些过去的业力 当然不一定八十岁 有说七十岁 有六十岁 有了九十岁 那不管怎么样 在你这些岁数当中 你这些因缘是具足的 是前后不断出来的 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所以维持了那一段时段 但其实有没有固定 没有固定 等到因缘散的时候 你说那你看这八十岁都有 没有 可是你看八十一就没了 为什么 散了 当我献出人道的时候 其他道得重 阴眼会不会跑出来 不会 阴眼不居住 所以不会乱掉 但不会乱掉 维持一段稳定 也并不表示说它都在 它是条件 太绵密了 那所以在早晨的时候 我的生命 我的用了好几年 等到面对要走的时候 那不是我的吗 怎么它还会离我而去 所以观无常 除了看变化还要看苦 不看到苦 观无常 不容易超越 因为如果你认为说只是无常 但我稳定得很 你还在执着我 你要看到说 这是无常里面的不安心 你要看到这个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认为太相信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 因为它一直跟着你 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 谁在拥有 我在拥有 所以你会产生理性的过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它只是变化的 一直在变化 都没有暂停 只是相续而已 相似相续而已 所以因此让你信任它了 可是到最后因言一善 说善就善的时候 那不是我的吗 谁说你的 从来都没拥有过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拥有过 你所拥有的只是你的意念 你的妄想 你看 你丢掉什么东西 你从没丢掉什么东西 因为你从来没有拥有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从不能暂停过 都只是你认为 你看到一个一直稳定在变化的 因言法 你没有看到一个固定在哪里 所以你从没有拥有到你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从没有存在过 只有组合的东西在那里 没有那个固定自信的东西在那里 借你执着它为固定 向往执着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当的生命要停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怕 外面的东西要不见了你就怕了 所以前面的经典没有谈到这里 那是在别的经典谈 那不过我们在这里开始提那个 你看对昨日老的 见老实色跟小实色就认为说 我这个色是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没改变 其实都改变了 昨天的色跟现在一样 所以认为前后是一贯的没改变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一个修道人看到 正果的人看到世间 不会看成固定的 他只是看到变化而已 他就看到他没有一个地方 实有一法可得 为什么 只看到一年生命 只看到一年生命 既然一年生命 我就用一年生命的态度 我就不去注着 就是因无所住神奇心 就是这个道理 你说 那我们如何因无所住 有人说 那么因无所住 我说因无所住很简单 就是住啊 住不到了就无所住了 你尽量去住 你会跟我讲 你能住哪里 好就开始找啊 住住住住哪个地方可以住 找了好几年 都只有找到因缘无常变化的法 都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 那彻底一切上求必落下皇权 找来找去 到最后无因法可得 无所住 对就这样 找无因法 找我 找到有没有色受想行事可住 发觉 所有色受想行事 都是因缘变化 刹那生命 真的没有住呢 就辅助神奇 所以他不是逼着你不要住 他是告诉你 没得住 住不来 所有住颠倒 是这样 好 你看啊 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这个外相给欺骗 好 再过来 见心心所法 心心所法 一本是故者 为笔外道见小时所作所习所受 老实能意见 昨日所作所习所受 就是我所经验的 所感受的 所做的 我发觉上 就是昨日所作所说 今日能意便做思念 老实心心所法 及小时心心所法 今日心心所法 及昨日心心所法 由此二因言故笔外道 以无取应忘记为常 众生也流失了 我们刚才讲说 因为你看 我们都能怀疑经验 不要说小时 最主要是 我们现在的经验是 昨天的连结到今天 而且最稀有的就是刹那 刹那 为什么你会认为 昨天的会衍生到今天 这是大约讲 其实是刹那支撑的 其实刹那就像昨天一样 我的经验是一直以这种颠倒去 因为我在执着 我以我 比如说我现在 我要站起来 我要站起来是怎么样 我脚先踩下去 对不对 这个经验做基础 我才能踏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每一个动作 都必须要靠前一刹那的经验 对不对 我必须要在这个前一刹那的经验里面 才有信心走下一刹那 所以我们经验 我们现在就是相信经验 我们相信我们的感受啊 感受啊 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才走啊 是 所以你会认为 我是一贯的 因为前面的经验一直留在我心里 也正因为前面的经验让我后面的经验可以出来 所以我认为这中间有一个稳定的固定主体在里面 其实有没有 没有 你会认为有是你的认知 其实并没有存在 就像梦中里面你站起来 你梦中的站起来是靠谁 不是靠脚 是靠妄想 那因为你在这个业力底下 你的下一个心能确定是靠前面的妄想心 靠前面的妄想心 让你伸下面的妄想心 由这个妄想心伸一个起来的响 从这个起来响起一个动作响 你就在这阴言变化当中有一个我在动作 其实都是什么 没有一个真实 前后都是刹那 没有一个不变的主体法在那里流传 没有 但因为我们相信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事件 是从现实当中的每一刹那累积成习惯的 所以后来休息才要告诉你怎么样 从最先不要 因为真正休息是刹那观察 那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办法刹那观察的时候 其实到更利语里面就会谈到 我们见到我们所见的色 我们都不要自主 不要取向不取随性 你知道了吧 就是你看到后来的经典告诉你 眼见色词 你看 眼见色词不执着色 耳闻生词不执着色 为什么 因为本来都只是你的妄想 你的妄想 所以你唯有在每一个动作当中 你守护这个关卡 你的烦恼才能真正减少 那我们现在没办法 好 那你不会管 那我就告诉你念火 由你念火 遮挡跟外面的沟通 那若剥着的话 不是怎么样 眼见色不执着色 不落入见闻觉知 从于不舍见闻觉知当中 不落见闻觉知里面的能见能闻 能觉能知 因为它会让你更加的安立在这样的执着里面 那这个有时候我们不同意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观无常 看到那种感觉的不稳定性 所以无常不是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无常 只是生死的无常 其实你会看到 包括你的认知心都不固定 怎样 比如说你对这个事情的感觉怎么样 我喜欢 真的吗 就要改变一下 不喜欢 从生活当中 你包括看东西 你看东西都不稳定 随着角度光线 所得的呈现的影像就不一样 随心境 随各种阴眼的改变 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无常 没有一个能知能见的一个稳定性 包括你的情绪也无常 今天高兴明天不高兴 为什么随性转 所以你要不要相信你的心 你怎么相信啊 你的心根本是随境在转 随着业力在转 所以说我们多了一份绝躁心观察 我不相信我的感受 我不要随我的感受走 我的感受其实没有固定 我如果随我的感受 要就是要 不要就不要 我一定沦违 知道 所以有的人 我这么认为 我 你就知道 这个完了 一直在我的人就麻烦了 他太相信他的六根 那他相信六根就表示他已经被沉转 那这个人本身是爱着心中的人 爱着心中的人 他无常观明现前 所以他一定是随境在流转 一个不自在的 所以有的人看似很稳定 我我我 其实你要知道 苦在后头 为什么 那一份执着 会让他面临无常的时候很苦 无常故苦 为什么 后头就会难 后头就会难 你会看到 为什么会苦 无常不会让你苦 是你那你自己 这是第二节 请和尚 愿意此功德 夫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ヶ関 尚 二 分 稳 谢谢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